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梁朝伟、王一博主演电影《无名全球票房》已达1.39亿美元 由成尔导演指导、梁朝伟、王一博领衔主演、黄磊、周迅、王传军等实力派演员参演的谍战大片《无名全球票房》已达1.39亿美元 约折合人民币9.57亿 《无名》将在大陆上映到4月16日 泰国、韩国也将于4月上映 《无名的全球之旅》远未结束 其最终的票房可能会接近甚至超过10亿 《无名》是目前唯一一部赶在春节档上映的谍战片 在春节档你死我活的激烈竞争中 《无名》不但没有成为炮灰 反而顽强地突出了重围 正如制片人于东所言 好电影就是会长出翅膀来 得到他应得的成绩 梁朝伟先生刚刚获得了第80届 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金师奖 他在《无名》里贡献了教科书式的演技 王一博作为电影新人 跟在梁朝伟先生身边上了4个月的大师课 与影帝的对手戏也是丝毫不落下风 这样一部无论表演 拍摄手法 故事情节 摄影美术 电影配乐都不落俗套的谍战片 不容错过 快点趁电影下映前 去一赌味快吧 无名 值得二刷的电影 留下满满的回味 这部电影让人觉得非常惊叹 从哪几方面惊叹呢 首先对于这个荧幕的创造确实比较独特 其次就是这个作品的剧情比较让人惊叹 这个作品好像是一个剧本杀一样 一共两个多小时 每一场戏都好像是一个线索卡 大家都可以通过这个线索 去找到最终的真相和答案 只不过那种剧本游戏可能会缺乏真实性 也正是因为编辑才让这个作品成为了一部电影 影片为大家讲述的是一个不陌生的谍战故事 但是导演拍的却是一种大胆的凝视 这种凝视所展现出来的 可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谍战故事 这个故事还有着满满的悬疑片气质 层层剥削 争取找到真相 一直到影片结束的那一刻 观众们甚至还会觉得意犹未尽 觉得这个故事怎么这么好看 其实这就是因为这个故事的渲染和还原比较不错 有着很好的追求 而且让人能够沉浸于那个社会 最主要的是还有着一定的暗示和隐喻 在人物塑造这方面做了精密的设定 很多人之前都没有二刷过的想法 但是这部作品却让人们实现了二刷 虽然情节略微有一点小碎片 但是最终都一一对应了 给人留下无尽的回味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